这次选举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很诧异的现象 那就是傅里乡选出了一位宣布退选的乡长当选人张荣荣 而张荣荣他本人早就暂停所有竞选活动 他的户籍也已经迁离傅里了 不过他却以413票之多赢得胜选 到底当选有没有效呢 选委会就出了回应 这位当选人张荣荣当初主打年轻参政 要改变地方上对现任乡长的不满 不过他在10月初宣布后 家人对于参选非常不谅解 为了避免家庭分裂决定退出乡长选举 不过他的后援会持续在地方争取支持 导致他退选反而高票当选 张荣荣后援会表示开心 代表着傅里将要改变 傅里人投给了傅里 傅里人是希望傅里有更好的未来 然后能够替傅里带来更多的希望 所以这个选举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复理改变 我相信是一个复理改变的开始 花点县选委会说 选办法没有退选的机制 张荣荣经登记参选且符合资格 认为候选人 自行宣布退选并不会影响选举进行 但是要注意宣示就职时间与户籍是否在复理 我们的当选人如果在今年的12月25号 依法宣示就职之后就取得该公职人员身份 那如果他未能在该地区涉及满四个月的话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地方制度法第79条 第一项第六款的规定 那这时候上级机关就会依法解除其职务 47岁张荣荣是香水公司总监 以五党籍复理箱长候选人参选登记完成之后 10月初以个人因素为由宣布退选 还把户籍签出复理箱 虽然完全不在复理箱败票 仍在后援会权力支持下2874高票当选 依选罢法地方制度法规定 票数胜出可以合法当选 候选人有意愿只要在四个月内将户口签回 就不会被撤销党选 不过开票后张荣荣本人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现在复理箱长陈荣聪 则是对败选不愿表达意见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